朋友们,咱们可能正在见证一件非常重大又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 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禁止销售冰囊了 这个每年产值上千亿的产业会不会就此萎缩掉,就此没有了呢 我们拭目以待 但是同时我也在网上发现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有人说你们医生啊就是假信心 把冰囊禁了,你们医院的病人就会少了很多 你们医生靠什么赚钱呢 所以啊,禁止冰囊医生应该是最不高兴的人群 这些朋友的话真的是把医生都当成了吸血的恶魔 发摩医生想的太坏了 除了口腔啊,我们还有那么多疾病可以看呢 没有了这部分的病人,我们也不会饿死 当然我的最终的理想就是我每天上班都在摸鱼 没有一个患者,那是最好的 那我真的是太高兴了 所以禁止冰囊,我是举双手赚成的 但是有很多人他没有意识到冰囊有什么重大的危害 因为他不像香烟,香烟还会产生二手烟三手烟 会对周围的人产生危害 而冰囊只会对嚼冰囊的人有危害 其他的人感受不到危害 所以就会出现一件比较奇怪的事情 就是卖冰囊的和嚼冰囊的都觉得冰囊没有危害 而在网上面喊着需要禁止冰囊的人 往往是那些不吃冰囊的人 跟他们看似没有任何的关系 但是这件事情不能这么来看 那些嚼冰囊的人 他们确实没有意识到嚼冰囊的危害 等到他们之间比较严重的问题 压制黑了,嘴巴烂了,吃不了东西 得了狗腔癌的时候,那个时候后悔已经晚了 如果冰囊禁止销售 如果他一早就知道冰囊的危害 那么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而且一个人得冰囊 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他的家庭,他的亲戚朋友都要受到牵连 冰囊的危害实际上会超乎大家的想象 在很多国家,冰囊已经被列为毒品 如果你去这些国家旅游 你不小心带了冰囊路径的话 很可能把你抓起来 第一个,冰囊含有冰囊碱 他会让你上瘾,让你戒不掉 第二个,嚼食冰囊刺激你的口腔 会对你的口腔造成非常大的危害 牙齿松动,牙齿黑了,牙齿脱落 吃不了辣的,酸的,硬的 最后嘴都张不开 只能够天天喝粥,喝流食 然后的话还会得口腔癌 要把你的牙床挖掉,舌条刺激掉 整个脸挖掉一半 所以冰囊这个东西确实应该禁止 但是完成的禁止生产和销售冰囊 我知道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有大量的人从事冰囊的产业 就管海南就有230万牧民在种植冰囊 在整个国家每年冰囊的产值是上千亿的 但是也有人算过账 如果不经售冰囊到了2030年 整个湖南大概有30万人得口腔癌 全国的话有100万人得口腔癌 因此产生的经济代价超过2000亿 这完全可以抵消冰囊带来的经济效应 当然这些东西 冰囊的生产和销售者他们才不管 他们最重要的是搞钱 所以他们会想尽办法 把槟囊包装和宣传成一种无害的东西 甚至带有社交和交友的属性 大家看槟囊赞助和冠名了很多的节目 打了很多的广告 营销的手段也是五花八门 买槟囊抽奖啊 什么益生菌槟囊啊 槟囊口香糖啊等等 包装成好像没有危害的样子 更恐怖的是 槟囊居然变成了一种社交和交友的手段 在有一些地方 办酒席的时候 办红白喜事的时候 每个桌上放的到处都是冰囊 冰囊居然变成了一种小吃 一种特色食品 用来招待客人 而且我悄悄告诉各位 那些所谓的冰囊协会 或者是生产者 他们的胆子超乎你们的想象 居然还敢找医生做宣传 我本人曾经就收到过这样的邀请 他们说 让我讲一讲 冰囊是药材 食药同源 吃的对人有好处 鼓励大家去吃冰囊 这样的要求 我当然是果断的拒绝了 尽管他们 给我报酬啊 而且给的还不低 只要录一个视频讲一讲 比我一个月的工资高很多 但是这样没良心的钱 我不能赚 冰囊是可以做药材 但是有没有听说过 食药三温毒 药材也是给一些特定的人吃的 而且也不是天天吃啊 所以食药同源这句话 在冰囊这里不适合 如果你有缘刷的这个视频 如果恰好你是一个冰囊爱好者 那么我建议各位朋友 从今天开始 真的把冰囊戒掉 同时也希望各位朋友 可以把这个视频 转发给身边更多的人 为了你自己 同时也为了你的家人 远离冰囊